大家早上好 我是梁 今天仍然是一个阴天 没有太阳 走吧 看肉肉了 首先来看看我的海派甜心 它又开花了 是不是很美啊 漂亮 这个豪迈也开花了 也很美对吧 再来看看 哇 满盆的黄金万年草 已经快要满出来 你看看我的双飞蝴蝶 看看它的小蝴蝶 有点形状了 而且展开翅膀 哈哈 好可爱 小蝴蝶 很可爱啊 双飞蝴蝶 至于我的德雷 你看这个是我之前种的 都有一点点orange的颜色了 开始在变美咯 而这颗你看 你看 后来居上 变成巨无霸了 你看看 巨无霸得了 你看看我的手 长得快速啊 这个 而这个我的三号 包菜 我治疗了很久 把它的叶片都拔光了 你看看现在叶芯已经长出来了 而且有卷叶的样子 而且没有虫害了 表示它 痊愈了 现在就等它慢慢的 成长成漂亮的卷菜吧 另一盆布丁 你长得还可以 而这个漂亮的泥 这两朵很漂亮 看好美啊 而它旁边这里 长了三个牙 一个 然后这里有两个 挤在一起 三个牙 希望它们也可以长得好看 而我的五头大美女 永远最美 它就长出盆来了 依然 好吃的 它漂亮的冠军地位 好美啊 好漂亮啊 我好喜欢它 至于这个艾伦 叶芯 叶芯也是变绿了 表示有在成长 表示浮盆了 开始要 成长了 你看每一个叶芯都绿绿的 而鸡丘丽呢 一样有粉红色 一样维持它的小巧可爱 旁边绿绿的都是新长出来的 好漂亮 也还可以啦 再过一阵子 等它大一点 再把它的叶子 露一些下来繁殖 看好漂亮 你看 对比一下 是不是很美啊 是不是很美啊 再来看看这另一盆的 玩叶芯丘丽 也是很美 小头乱砖 然后好多 小分竹 超级漂亮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这个 紫米粒 好可爱 好可爱喔 那这一盆呢 也长得不错 你看 下面也有一些绿绿的小牙了 都很棒 漂亮 对比较而已 熟悉 嗯 就知道 酷 我 只可以 鼻子 看 你 都可以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多肉植物 就是这一棵 它的名字叫做生枝妖精 就是森林里面的妖精的意思 但是因为它的学名叫做Supia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说它是Supia 是不是一个很可爱很有趣的名字 这个Supia呢 你看它长得这样小巧可爱 像森林里面的妖精一样 你看它的叶子是立体的形状 其实跟森林座那一些有点像 都是有棱角 有棱线的 如果光照充足的话 它就会像这样 非常紧凑 叶子跟叶子间的距离 紧密的排列在一起 然后叶圆呢 还有它的背脊线 都会呈现红色 非常漂亮 可是如果光照不足呢 它叶子跟叶子间的距离 就会拉长 整个变得非常松散 会变得很丑喔 它如果长得好的话 就像一个灌木虫一样一搓 一触这样子 其实上是蛮漂亮的 我记得我之前有买过几次 但都阵亡了 这次又看到了 9月份到隔年的6月 是它的生长期 所以这次我一定好好的养 把它照顾好 其实它也很怕热 很怕冷 但台湾的天气相对对它来说 只有夏天是需要遮阳的 剩下的时间 其实都蛮适合它生长的 好了 我们先来帮它换个盆 让它有足够的身间 足够的空间可以生长 长成漂亮的 一大群的 Supia 走吧 动手了 首先一样在盆底 装着一些发泡练食 帮透水沉 那因为 它的条件 这个Supia的生长条件 是培养土 比较多 所以我增加了培养土的配比 培养土跟颗粒 培养土大概是7 颗粒大约是3 看这个土 一看就是已经很久没有换 看有长小白根 可是它上面这些土都已经 小白根长得还不错 这应该是 减它的分支下来嵌插的 一招 这一招的 只能是虚拔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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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颗的根系就没有 哎呦,居然没有根 你看看,是不是那么小 看起来好松散 又掉了 好了,装上铺面区 这是我们用红色的火山岩当铺面区 其实火山岩的目的就是可以固定植株 没有说一定要用哪一种比较好 有就好了 但没有也没关系 好了,装好了 装好了 是不是很可爱啊 好希望它赶快浮盆 长爆盆一定会非常漂亮 看看它的叶子 跟它们有点像 只是我这个大河井 现在已经有一点粗状态了 变得非常漂亮 还有你看,我的麒麟座 夜星也都已经变成绿绿的 表示它浮盆咯 而这个大河美泥 有没有看到 颜色比之前更靓丽了 你看 就是不知不觉 喜欢上这种叶片 希望这个酥皮鸭 这个小可爱酥皮鸭 也可以像它们一样 适应我的环境 然后长成漂亮的酥皮鸭裙 好可爱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好 有没有 好 有没有 有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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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